在中国福州每到新春佳节 点灯 赏灯都不可缺少 周永健福州一个传统花灯家族做坊的第三代手工艺人 他跟着祖辈学做花灯 至今已经有50余年 福州市区传统花灯最大的制作和贩售市集 年年春节 元宵 这里都是灯火辉煌 扎骨架 贴花瓣 挂流苏 1月13日下午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内热闹非凡 这里正在上演着一场精彩的福州传统花灯制作体验活动 在福州 每到新春佳节 点灯 赏灯都不可少 周永健 福州一个传统花灯家族作坊的第三代手工艺人 从董事起 他就跟着祖辈学做花灯 至今已有50余年 周师傅告诉记者 三方七项成是福州市区传统花灯最大的制作和售卖集市 年年春节元宵这里都是灯火辉煌 福州元宵节有独特的送灯习俗 因为灯与丁弦硬 所以送灯寓意着天丁 就春节元宵初一到十五 元宵啊 家户都是买灯 天灯天灯就是这个意思 天灯天灯 天丁天丁就是这个意思 天孩子 天男的 多天一点 就是这样子 以前有的都没生孩子怎么办 灯送过去就生孩子 记者看到 制作花灯的材料有纸 布 竹 木等 需经过材质 两色 破竹 扎灯架 胡纸等多项工序 最终才能做出一张传统花灯 当天 传统的花灯制作也吸引了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一张张美丽的莲花灯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共同协作下成心 也了解一下传统文化的一些来源 这些知识也要了解一下 因为作为孩子他传统文化方面也要多了解一下 然后因为这样子也增强他动手的一个能力 花灯是咱们这个传统文化的技术 然后想带小孩子来体验一下 一个方面就是说也可以让小孩子认识一下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也可以让小孩子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他这种传承的这个活动氛围 我觉得挺好的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少儿民俗手工艺制作体验活动 让少年儿童了解福建民俗文化 体验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让青少年在民俗文化的进论中提升文化自信 明镜需要训练战